每年冬天,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的一支研究团队都会深入辽东湾结冰区开展野外调查。 他们的目的是要在海滨上寻找一种宾威野生动物,搬海豹。 辽东湾,中国纬度最高的海湾。 作为中国边海水温最低,冰情最重的海滨,每年冬季,辽东湾近岸海域都会形成数十千米的结冰区。 马志强是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搬海豹的保护专家。 多年来,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密切关注辽东湾野生搬海豹的生存情况。 这波,刚一上船,马老师就忙着向曾经见过搬海豹的船员了解情况。 有时机的船是少了吗? 辽东湾沿岸,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海滨出现。 大片的海滨成为冬季回游蝉子的搬海豹理想的天然蝉闯。 专家们每年会将发现搬海豹的GPS点位做详细记录,通过数据比对了解搬海豹的野外分布情况。 他现在是钢出港,他是在航道市内,现在基本就接近他的那个茅地。 现在白眼包在这一块区域可能想不太大,咱还得往西跑。 往西跑主要是到那个固定兵面一块,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白眼包。 最近几年,能在海上见到搬海豹已经很难,而要在海上观察海豹的蝉子情况,则更是难上加难。 但对于此行能否找到搬海豹,马老师还是很乐观的。 前一个星期啊,就是借药船,看到一头母的那个搬海豹,还看到那个钢材的那个小海豹。 咱要运气好,咱们可能也能看到。 1997年,国家在渤海海域的大连建立了搬海豹保护区。 保护区内每年都会有大量受伤或生病的搬海豹, 会被保护区工作人员或渔民救起。 而这些搬海豹会被送到当地的海洋馆治疗和养护。 作为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合作机构, 地处大连市区的盛亚海洋世界,专门建立了搬海豹救护中心。 这里成了搬海豹的临时家园。 在盛亚,这样的海豹目前有50多只。 王晴博是搬海豹救护中心的保育员。 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组成的保育团队, 一直在细心地照料着这些连败救助回来的搬海豹。 如今海豹的群体越来越大, 他们的任务已不再只是简单的救治海豹。 他们开始尝试在人工环境下繁育搬海豹。 海豹 金属 云 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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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野生班海豹不同 海洋世界的班海豹与保育员非常熟悉 这给保育员们近距离观察和了解班海豹的习性提供了方便 一般情况下 即将临缠的海豹都会追着保育员争抢食物 给服务器徒备营养 但新亚却表现得很不合穷 不但不积极进食 还总躲着保育员 这让王清博有些担心 在班海豹的人工繁育方面 盛亚虽然积累了一定经验 但对于缠载这一关 还是有很多难题没有破解 最最困扰他们的就是难缠 此刻的盛亚海洋世界 新亚终于有了临船的迹象 但离真正缠载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 对于担心会难缠的保育员们来说 这段等待的时间有些煎熬 航行与滨海中的科考团队 也面临着同样的煎熬 在经历了漫长的航行之后 考察船终于驶入了海豹保护区 也就是马老师说的固定冰冰区 GPS上显示 这一带就是往年发现 班海豹缠载的地区 专家们开始用高倍望远镜 不停地观察 忽然 甲板上传来了呼喊声 原来专家在望远镜中 发现了海豹的行踪 一只海豹见到考察队的到来 急忙在冰面上快速移动着 它不时警觉地回头张望 显得有些紧张 终于发现海豹 这让专家们很兴奋 但他们此行的重点 是考察冬季搬海豹缠载的情况 考察船低速慢慢地跟踪了一会儿 并没有发现小孩 这让考察队有些失望 考察队在做了必要记录后 就迅速撤离 寻找新的海豹家庭 随着深入冰区 又陆续有班海豹被发现 班海豹生活在温带寒温带的沿海和海岸 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奇足类洞 大连班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班海豹最南端的一个繁殖区 每年秋季随着气温转换 水温下降 由日本海进入中国海区的班海豹 于11月后自南向北挥游 12月份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保护区 班海豹进入保护区后即分散选择场地 成对气息于浮冰上 开始繁殖期的生活 海豹船载对冰面的要求很高 只有厚度15厘米以上的冰面 才能支撑海豹母亲重大100多千克的巨大身躯 考察队发现了他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海面上漂浮着许多薄薄的碎冰 这正是科学家们出发前最担心的情况 看来暖冬的确对海冰造成了影响 队员们开始变得忧心忡忡 上个世纪在渤海湾还有大约万头班海豹 而如今他们的数量已不足千头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洞 数量的巨简使班海豹面临着可能灭绝的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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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睇的时间 转发走